刚才我做梦 梦见我在深圳 我在深圳一家认识的人家里面 但他家里有好多人在他家里打吃打喝 我也在他家打吃打喝 然后我女儿和我女儿的同学 也在他家里面吃喝 然后呢 然后我们又好的时候 那过后吃完了以后 我们一起去舌口去买海鲜去吧 然后 然后醒了 那我说要趟想一下 我车没开过来 我走路过来的 好像梦里边感觉是灵机 走路过来的 然后呢 这个时刻呢 我说我对我女儿说 那你先回去吧 她同学 哦 她的我女儿就是递给我一张信用卡 她的信用卡上芯片掉下来 我再一看她给我的那个 我女儿那个信用卡上那个芯片呢 就是很简单地坐在那个表面上 而她那个信用卡的那张 信用卡的那个 薄片呢 我们不是有张 其中一张芯片 但外面还有个外壳嘛 但我女儿那个那张外壳是薄薄的 呃 呃 感觉是薄薄的儿童卡 这个什么意思呢 我们的信用卡都有一点厚度了嘛 那个那张那个塑料卡 但我女儿那张卡呢 是薄薄的 呃 就是不结实 然后那个就一个信用卡 就卡片就站在外面了 就好像稍微这两下子 那个芯片掉下来了 她那个交给我 哦 那我稍微 那我得找银行去 要把那个芯片给 让他们站在上面 站住了啊 呃 大概的 呃 梦里是 是这样啊 我看看 看看是 是什么一回事 呃 我看到那个天庭啊 我看到那个天庭 天庭 天庭上一个匾啊 一块匾 斜着一块匾 一块匾 呃 有一个匾 那个匾好像真正经线的焦点是在匾上面 嗯 再一看是慈禧泰克啊 我看到慈禧泰克了 呃 慈禧泰克啊 看到慈禧泰克啊 看到慈禧泰克了 啊 慈禧泰克了 呃 那个慈禧泰克啊 他知道那个 呃 好像 呃 我们想到慈禧泰克 就想到大吃大喝啊 就想到大吃大喝啊 关键问题 现在那个慈禧泰克 我刚才第一眼看到像一个 像个天庭啊 呃 像个天庭 然后呢看到那个匾 匾啊 呃 有点斜度的 挂在那边 好像要把那个匾摘下来了 要把那个匾摘摘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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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要把那个匾摘摘下来了 啊 现在我看到习啊 习近平啊 习啊 差不多 也就 也就是那个慈禧泰克 要把那个匾摘摘下来 摘摘下来 基本上就是倒闭的意思了 啊 要 要 要结束了啊 啊 要结束了 要结束了 也就是啊 人家说是 人家都说慈禧泰克是 呃 大吃大喝 呃 大吃大喝 灰霍 啊 导致那个匾啊 呃 匾呢 要 要掉下来了 啊 刚才我梦中反复强调了一个 我说我女儿 那个 那个 信用卡上一个芯片 那个掉下来 这里就看到那个 掉下来是 那张匾 啊 那个匾 那个匾 就是像那个招牌了 就是他这个这个单位的那个天庭的那个招牌 或者这个潮子的招牌 要再牌了啊 要再牌了 要再牌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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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事我又看得起了啊 那个 人家那个说那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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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说吃光的啊 人家的印象就这样 所以我梦见 呃 呃 我认识的那家人家 就是大吃大喝 呃 呃 打吃大喝 打吃大喝以后 然后说我们还去 呃 吃完了还要去那个 到水路去买海鲜去吃啊 好像体现的就是大吃大喝 呃 然后我女儿也在她家的 好像好多人在她家里吃 呃 然后呢 我女儿递过来 她说信用卡上那个芯片掉下来 哦 现在这个芯片掉下 电影的那个扁要摘下来 要摘下来 呃 这个时候我又引出那个 那个 那个喜来啊 那个喜来 穿了一个像中山章 呃这样的 呃 穿了中山章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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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世界各个不落嘛 啊 世界从这个世界各个不落 啊 呃 从这个世界各个不落啊 所以 结果也就从现在一样 呃 从现在一样 也也也到了 要摘牌的时候 那个变啊 呃 要摘下的时刻了 要摘下的时刻了 现在就是在那阶段 就是 就是 慈离太后 真 呃就是 要摘牌的时刻啊 难怪啊 我现在这个 这个也太后期了 你说我描述的梦 梦境了啊 描述的梦境是 我在人家家里 大吃大喝 呃 呃 那我被 吃的对象是个女生啊 呃 但在实际的情况 我没有 没有在 基本上没在他家里 大吃大喝 呃 也许可能在他家里 吃过一个盒饭 有可能啊 那时候 我刚认识的时候 他爸爸说 他爸爸是 他爸爸是 华南理工大学 以前是华南理工大学 教授吧 后来大概从那个 下海 倉业的那个 呃 他听他说 认识我的以后 然后他那个 爸爸 邀请我到他家里 去 但我这个好带很群手 就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然后呢 他的账况呢 现在我们不联系了 他那个体现出来 就是个小粉红 诶 但是他爸爸就很 呃 好像是很关心 总是让我 特朗普现在怎么样了 呃 这大选的时候 特朗普怎么样了 我一直告诉他 没事没事 我临派出来的结果就 呃 除了人家在做病之外 人家都支持他的 这个很失望的 这个被盗选 啊 是这么一个 呃 是这么一个人 但是我慢慢没想到 我今天是梦里比 那不会打死打合 今天这个梦里比 就在打死打合 打死打合 啊 然后我现在 这个翻一遍 我就是看那个 林牌的时刻 我第一幕看到天庭呢 我感觉这个朝廷很大 好像是天上的天庭呢 而不是地上的那个 好像这个 是这个永远 永远不会想到会倒闭 永远不会 没有可能会倒闭 你啊 在这感觉 但是天庭呢 天庭呢 而不是地庭呢 而不是在地上的那个 我不是刚才一上来说 哦 我看到那个天庭呢 而第一幕就像 我第一个 我看到天庭呢 而接下来 我正在这个疑惑 这个天庭在哪里呢 我就看到那个扁啊 一个扁啊 斜在一个扁啊 门地在这边啊 一个扁 然后这样就去看 你看这一台都出来了 然后他要收拾扁了嘛 收拾扁 这个时候我就看到西 穿了中山掌 就有个脸 脸上那个怪异的那个表情 就不服气的那个表情啊 就像从那当年 他留下的那个年轻的这个照片 或者是就下面抓到那个烧灌手气的时候 一脸的不服气啊 就是一脸不服气 但是没有更多的眼 肢体眼动作的单位 看他穿了中山掌 再给我看一遍中山掌 哦 原来穿了中山掌 他就是从世界各个部 现在也就住在那个街上 告诉我 住在那个街上 你说这个梦有气吧 好 就是梦见了这个 梦见了这个 我们都认为 那个十一太后的那个 倒闭啊 是因为 因为大吃大喝 然后呢 这个 他再拍了啊 也就是现在 十一太后后来 只能再拍了啊 把他的那个天庭来拍了啊 墓里面看看就像天庭一样的 好像还是很 很雄厚的啊 很雄厚的 是再拍啊 那个 当时我看的那是 这一太后在这里啊 齐在这里 矮矮的啊 气势更配 他还有点气势啊 正常说要倒闭了 还有点 还有点气势 还吃得起 大吃大喝 这个影机就是 除了一个穿了一个中山掌 那个鬼代表什么也没有啊 也听听那个这个 这么 有个威武 威严的地方 也没体现出来啊 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啊 外来那个 之一太后呢 我有一次 领牌 领牌我 日本妈妈的姐 她那是 我到日本去的时候 我看到我日本妈妈姐 她走路的是 一个个不在鞋 好像人拐啊拐的 有点好像 好像就哪里又不得进 我也说不说哪里不得进 后来 我就领牌了 领牌了 出现了一个 家务海战啊 家务海战 家务海战 那是个原来的那个 那个 中 应该大清国 大清国的境界上面 那个 炮弹 炮弹打出去 哪知道炮弹里面 脏的是沙子啊 扎的沙子啊 脏的沙子 这个沙子 这个炮弹是哪里产的呢 是广东产的 那个皂脚里面都塞的沙子 都塞的沙子啊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 这个没办法了 那个戒被日本 被日本轰了 被日本轰了 那你用沙子捅人家去 打人家 怎么打得过嘛 这里有几个插曲 有几个插曲 当时呢 日本呢 换了一个相当一个大臣 一个通产大臣 还不是什么大臣呢 反正就是管那个 金虎这方面的 有一次到那个工厂考察去 到工厂考察去的时候 突然人家那个塞钱给他 哦 那个塞钱给他啊 就像在那贿赂给他啊 他在工厂考察去 考察那个金虎生产商那边 人家塞钱给他 他马上也知道了啊 马上也知道了 他既然他是财商人 人家送钱给他 那钱人呢 肯定也捞了好处了 但是他不声不响 他假如说 我也拿了这个钱的话 我也拿了 我拿到这个钱的话 我的钱人肯定拿到这个钱 如果我几包的话 对钱人也不利 对现在的工作开展 也没有什么好处 但是他没有资本 要受惠 他连满就说了一个 哎 你这样啊 你把我的那个 生产的炮弹啊 外面的铁皮啊 你给我加厚 加厚 大概零点光红还多少 反正加厚了一个明确的指标 你给我加厚一下子 哎 这个钱我就不拿了 你把这个钱就放到那个里面 你给我把炮弹加厚一下子 啊 这里看得出来吧 日本是在加厚那个炮弹呢 增强那个 杀伤力啊 中国里面就 占了沙子呀 占了沙子呀 然后就是 完全惨败呀 惨败 然后就是那个最后的那个 在剑上的人 嗯 不甘心的 就用用剑去冲上那个 日本的剑呢 就要同归一径了 同归一径 想起同归一径 但是呢 那冲到他前方 还没到 上到剑的时候 日本炮弹 跟这么继续的炮弹打过来 就彻底沉默了 然后领牌上就喊了 喊了 大清过来的钱到哪里去了 钱到哪里去了 钱到哪里去了 人家说那个 被自己抬头大吃大喝喝酒了 自己抬头大吃大喝喝酒了 我当时 我几十年来 总是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个疑问在 有疑问在 作为一个大清国 一个国家呀 那个国家 就一个老太太过一个六十岁生日 再加上建一个圆明 建一个公园相当于 这个国家就垮了 我总是有这个疑惑 后来 我继续迎牌下去才知道 慈禧太后被俄罗斯骗了 那俄罗斯对他说 你 我给你造五州禁建 五州禁建 你先把那个定禁叫来 然后给你 生产五州禁建 然后慈禧太后 就把钱给了他以后 俄罗斯 在想他最先 你把其他的钱给我呀 其他的钱给我呀 你其他的钱给我呀 俄罗斯呀 从中国 从那个中国 那边签过好多协议了 每次都是悄悄的来的 不是公开的 都是秘密的签的 然后都是 哎呀我秘密的 就哄着那个 慈禧太后他们说 你这个不能公开 这个不能公开 不能公开 反正每次从中国签的 都不能不公开的 意思说 我有好处给到你里面 反正你也在里面 你比如说 当然 比如说你这个境界 我给你悄悄的说 你说了说去对你不利嘛 所以呢 所以呢 他就 没对外抢 没对外抢呢 俄罗斯拿走了他钱之外 还不断这一套钱 不断这一套钱 不断这一套钱嘛 这个钱就全部刮光了呀 哎呀这个老太太真可怜啊 原来这个钱不是被他挥霍叫的 而是被俄罗斯骗走了 骗 被他骗走了 被俄罗斯骗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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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后来 大家一起来 八卦零定什么事呢 一起来的这个 其中一头上去俄罗斯 俄罗斯呢 就把那个大清的脖子给卡住了 被大清的脖子给卡住了 然后 然后 因为我到经见了以后 我不断捶你钱嘛 你只要刮光出来的钱 钱不钱被他拿走了 你还不断捶 被他拿走了 在那个财政那 就没钱的情况下 然后 然后还挨了一张嘛 就 然后就死瞧瞧了 但那直到死啊 那个智义太后也没有 讲出 被俄罗斯骗走了 我收经见的钱 所以留下了这个骂名 因为说那个是保密的嘛 我这个事情临牌完了以后 我就写到书上以后 也写到网上以后 后来被人家灌注了 说有个人 有个民间企业家 专门研究俄罗斯历史的 看到我这段以后 就跑到那个 俄罗斯的国家档案馆里边 因为那五十年以后 会解灭了 既然找到了这个 所以就有这个季了 当然了 万万得到现在也没讲 这个人家反馈给我的 反馈给我的 说认识那个人呢 然后说认识就找到了这个 在后面的是另外的插曲了 是另外的插曲了 做了这个阵阵气气的梦 要再拍了 好 就这样 好 就这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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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